在欧阳娜娜差点被封杀的道路上 她的亲姐姐欧阳妮妮可谓是功不可没 这些年来欧阳三姐妹一直都活跃在大众视野 三人都心照不宣地往娱乐圈发展 结果却是同爹不同命 欧阳娜娜活成了所有女孩都羡慕的样子 而她的姐妹却成为了欧阳娜娜副属品 作为现实版凡胜美 欧阳娜娜不仅要给自家姐妹带来资源 还要不停地为亲姐姐擦屁股 当初姐姐欧阳妮妮发布一条动态 之后网友们纷纷谴责 说她占用公共资源 她的父亲亲自出面道歉 还把远在他乡的欧阳娜娜带回来一眼了四天 演出门票全都捐给了敬老院 才平息此事 只不过令欧阳娜娜没想到的是 这只是姐姐作妖的开始 2018年10月 森马看在代言人欧阳娜娜的面子上 给了姐姐欧阳妮妮一次合作的机会 谁知这位大姐刚到北京 就说了一句出国工作了 这瞬间引起了网友的不满 连带着欧阳娜娜也差点心图被毁 几个月后 风头正盛的欧阳娜娜 被各大卫视打上了马赛克 而在网友们收集的欧阳娜娜各大罪证中 就有欧阳妮妮的不正当言论 最后欧阳娜娜发文 澄清了自己的立场 此事才平息 要说都是成年人了 作为亲人的欧阳妮妮 应该懂得什么叫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但她却巴不得自己的妹妹从心坛跌落 2019年欧阳妮妮公开吐槽自己亲妹妹 视频中 她先是使用了一款小脸面膜 并表示这款面膜应该给欧阳娜娜用 因为她的脸比较大 这番言论瞬间引起欧阳娜娜粉丝的不满 毕竟欧阳娜娜身上能让粉丝感到骄傲的 除了她音乐方面的才华 还有她那精致的小脸蛋 随后欧阳妮妮又发布一条动态 称呼给自己拍照的妹妹为表妹 这其中的内涵不言而喻 紧接着她还暗指 欧阳娜娜平时拍照全靠P图 这样的迷之操作 属实把朋友们看啥了 都是亲姐妹 何必这样互相伤害呢 不过看看三姐妹小时候 就不能理解欧阳妮妮 为何能做出这样的事了 其实一开始 欧阳家最有可能出道的是大姐欧阳妮妮 而欧阳娜娜一直都是姐姐和妹妹的背景版 在康熙来了中 姐姐欧阳妮妮的表现十分怪巧 仿佛事先排列好的样子 而欧阳娜娜则是在旁边抠鼻子 这一段童年往事 现在也就被人拿来嘲讽 当初父母带着三姐妹参加综艺 整个节目几乎都围绕着姐姐和妹妹 欧阳娜娜独自坐在一边 之后才一表演时 姐姐和妹妹开始跳舞 欧阳娜娜则被扔在了角落 当初所有人都说 欧阳妮妮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 但随着欧阳娜娜的出生 一切都变了 当欧阳娜娜拿着大提琴走进音乐班时 欧阳妮妮身上的光环就开始逐渐消失 因为娜娜仅仅学了三个月大提琴 她的水平就远超学了四年的姐姐 随着欧阳娜娜的长大 她在娱乐圈也逐渐有了名气 然而在欧阳妮妮心里 本该站在聚光灯下的应该是她才对 可欧阳娜娜却无心插流柳成音 有了这么大的落差 男女姐姐会心有不满 水了刘浩然搭上陈飞宇 任陈伟廷当爸爸 欧阳娜娜到底凭什么 2013年拿着天才大提琴手的欧阳娜娜 进入娱乐圈 参演北京爱情故事 认识了刘浩然 纵骨至今最有效的成名方法 就是炒CP 再加上刘浩然和欧阳娜娜的关系 确实很好 男人很快就成为了迎评CP 刘浩然也多次被拍到 请欧阳娜娜母女吃饭 当时有人说 刘浩然的生活 除了吃饭睡觉 就是欧阳娜娜 这也给欧阳娜娜带来了很多流量 尝到甜头的她 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次机会 在之后参演秘国时 她认识了陈飞宇 相比刘浩然来说 竟然陈飞宇金圈太子爷的身份 更能给她带来流量 所以欧阳娜娜果断抛弃了 之前的浩娜CP 转身和陈飞宇 暗戳戳秀恩爱 两人多次被拍到 戴同款项链 共同出国旅游等等 甚至一度让粉丝认为 两人就是在谈恋爱 欧阳娜娜不仅喜欢炒CP 还很喜欢穿男士睡衣 也很喜欢喊别人爸爸 欧阳娜娜在参加真人秀时 竟然直接穿了 陈伟霆的贴身睡衣 值得一提的是 周扬青表示 自己的衣服可以借给她 结果欧阳娜娜 扭头就穿上了陈伟霆的睡衣 之后还穿过 饭墙上的衬衣 唯独没有穿 周扬青的衣服 更夸张的是 陈伟霆和娜娜一起滑雪 欧阳娜娜直接管陈伟霆 叫爸爸 陈伟霆尴尴尬无奈的说 别叫我爸爸 欧阳娜娜依然笑着说 不行 之后陈伟霆帮她穿滑雪服 欧阳娜娜还是不敢 坚持叫陈伟霆爸爸 爸爸 别叫我爸爸 爸爸我想玩那个 也许有人会说 欧阳娜娜被黑 是因为每个女人 都想活成欧阳娜娜 嫉妒她出身好 学历高 人见人爱 但就事论是 一个女明星在节目中 穿男明星的睡衣 且叫男明星爸爸 不知道大家觉得 是否合适呢 欢迎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见